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9月14日 星期六 這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近期逛街市買淡水魚的話要留心 因為據報有一隻菌突然殺到來 也說已經有兩個人死亡 據報有一個街市的魚檔被發現 和這些菌的樣本有點吻合的情況 是誰的街市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街坊也擔心 說明可能要一個月後才會再吃淡水魚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有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月營的鏈球菌 多達27人感染的 當中有兩個人死亡 石湖虛街市的魚檔如常營業 街坊擔心說一個月過後才會再吃淡水魚 另外有檔主質疑應該是不想引之出事 內容提到 本港過去一個半月錄了27宗感染 侵入性月營鏈球菌的個案 當中有兩個人已經死亡 衛生防護中心調查發現 上水石湖虛街市有一個零售淡水魚檔裡採集環境樣本 以及魚樣本的ST283基因序列營和部分個案吻合 街市一共有五個淡水魚檔 今天9月14日如常營業 有不少街坊從記者口中得息事件過後直然擔心 有街坊說要隔一個月過後才會再吃淡水魚 但有魚檔的檔主質疑是否有人不想吃淡水魚出事 但他都說食環署已經連續兩天來到這個街市進行徹底消毒 再將魚徹底煮熟就不用擔心 當中提到淡水魚檔的檔主陳生就說 當局日前已經派完到場清潔 亦都已經安排把五間淡水魚檔的魚樣本取走化驗 暫時未有報告說他們的魚帶菌 他認為可能有人在內地進食過淡水魚 回到香港就不舒服的時間被當局列為本地國安 因為當局到目前為止 都未有向當犯通報任何病毒源頭的資訊 亦都沒有進一步行動 陳生就說 湯了幾十年魚 如果有事就一早有事 若果街市魚檔有問題 當局亦都會採取行動 禁止淡水魚檔繼續營業 有不少前來買魚的市民是不知道有關事件 當他們從記者口中得知過後不禁表示擔憂 其中許小姐剛買完橫魚 德式有關消息過後直然擔心 他隨即望向手中的橫魚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不過德式食環處已經進行徹底消毒過後 財略為放鬆 他就說暫時不吃淡水魚 就隔一個月過後才再買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原來本港過去的一個半月 已經錄得27宗感染侵入性的月營免球菌的個案 當中有兩個人死亡 另邊商現在就說石湖區街市的魚檔 有樣本跟菌有些吻合 記者到過現場 生意淡靜一點 但原來不少人都不知道這件事 導致街坊說可能要隔一個月才會再吃淡水魚 當然當主認為不是 會不會跟北上有關呢 因為北上那裏可能有食物安全問題等等 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另外也說說葛大熱話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話說黃埔花園30秒極速鎖車 影片在網上瘋傳 牽離熱意 說到三人分組分工有序 網友就說九龍第一 問題到了全港第一鎖車隊 很多人都會想起沙田第一成 但最近有網友在社交平台上傳影片 直言又一次見識到黃埔的30秒快速鎖車 據影片顯示 一行三人的鎖車隊 在黃埔花園一帶 為一部停泊雙黃線的貨車上鎖 有一個人負責鎖車 有一個人負責拍照記錄 有一個人在貨車車門旁邊放下雪糕桶 不少網友看完過後笑言 世界第二九龍第一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道 一想起極速鎖車就會想起第一成 不過原來他們有對手 今次說到黃埔花園 有網友看到30秒車停泊 已經被人迅速鎖車 見識過速度 三個人分工合作 一個鎖車 一個擺雪糕桶 一個拍照做紀錄 厲害 各位司機大哥要留意 除了第一成之外 再多一個極速鎖車的地方 另外也說過這宗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有一個港漂的碩士生 坐小巴做錯一件事 傳車兩道起控 司機大罵他 你真是蠢 最近有一位在港讀碩士的網民 在小洪書分享自己坐小巴的時間 因為不知道應該要在哪個站下車 而多次搞出烏龍 令到司機都忍不住大罵 你真是蠢 令到市主相當委屈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的 話說這個港漂的碩士生 就說不小心坐過了站 所以是要由一個陌生的車站 坐這個101M的專線小巴 去回他住的地方 上車的時間 他就跟司機說 在大埔仔村下有落 但他可能聽不明白普通話 於是視意這個市主 到時就按鐘 他檢查完 九巴的apps 就以為下一站就是他的目的地 隨即按了鐘 誰知道司機開了幾秒 就停車 但那個位置不是他要下車的地方 所以他沒有移動 而小巴之上又沒有空位 司機唯有把剛剛上車的兩個乘客 又趕回下車 就說那個人不下車 所以沒有位置讓你坐 也不明白事主是什麼意思 事主唯有再說 我在大埔仔村下有落 再用手機看一看 給目的地給司機看 不過司機沒有理他 他於是對全車人說聲對不起 車開完過後 事主又以為下一站應該是我的目的地 於是再按鐘 誰知道車開了幾秒 又在一個陌生的車站停下了 知道搞錯過後 事主又沒有下車 這個時間 小巴裡的乘客都已經涉涉思雨 司機很生氣 就問他 你究竟要在哪裡下車 事主再重複 在大埔仔村下 但現在我也不知道車去哪 於是再對全車說了一句對不住 然後司機對他反了白眼 說他你真笨 然後他就不再隨便按鐘 只是死釘著條路看著 看看有沒有熟悉的建築物 在看到71過後 他終於確定那個位置是他住的附近 於是按鐘下車 事件令到事主直言 以後非必要都不會再坐小巴 有網友就解釋 小巴在非禁停區 是可以隨意上落客 或者因為這樣才出現了事主遇到的情況 以上來自網媒講心的報道 這位事主不知道自己要在哪裡下車 人生路不熟 不過他也有對全車說對不起 說對不住 其實情有可原 原來他是坐錯了車 於是乎要從一個陌生的地方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期間也不知道哪裡打哪 唯有按鐘 按鐘車就停了 於是乎被司機罵到他入面屁 坐小巴和坐巴士不同 相關的情況在網上廣傳 網友都安慰他 叫他下次小心點 另外也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道 長沙灣男子疑似服用大量安眠藥格 雲島車內昏迷送院 內容提到 今天9月14號凌晨1點多 警方接獲報警 說有私家車停泊於長沙灣 興華街西9號對開 車上一名男子雲島沒有反應 救護員接報 將那個男子送往明外醫院 車內發現有藥物 警方經調查過後 事主49歲姓吳 懷疑服飾大量安眠藥 列作有人雲島跟進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對 我們下節短片 我們下節短片